星期五 我不 Katherine 你說啦 梨山那個地方 我讀五專的時候我要去打工的 我去摘梨子那邊 那我們就住在公寮 公寮你知道那邊那邊差多少嗎 晚上是大概四度 差不多 中午的時候二十四度差離得多 所以說你這個送暖氣 真的送得恰到好處 真的那海鮮蝦咬 這個聲音你也聽到 真的是要幫你鼓掌 要感謝我們母 說到照顧弱勢團體 你們也有聽到地方的聲音 除了這個你看看 我相信市長要 你動蒜料 你要管的事情太多 你這一年下來 我相信你也遇到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聽說你還有做一個行動市府 我的意思是說 行動豆腐 人家模仿 柯P在台北市行動警察局 結果半個不到三個月就收掉了 你的行動市府是什麼 其實我就說 我們的市府官員不要坐在冷氣房 多到基層去 你去你就會聽到很多你在辦公室聽不到的聲音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這幾天我在這個歲末年初 我都去看一些比較困難的地方 你會發現說台中市有一些地方是沒有裝自來水 在大安地區 它自來水 大安是偏海邊 不是台北那個大安區 我在大安區 台北大安區是最富有的 我們台中市的大安區 自來水 所以這個接管率不夠五聲 就是有一半以上住那邊的人是用可能地下水 可能是其他的就是說 一些汽水 亂接管 同樣都是台中市民 像在雾峰的山區也有一些是沒有接管 所以他們也沒有水可以用 那我的執政的理念說 其實是希望能夠縮短城鄉差距 就去促進一個均衡的發展 那在這方面 我講一個故事 譬如說 我們在市裡面搭公車是很自然的 例如欽差用武槍可以搭車 但是有一些地方是連公車路線都沒有 那我們後來在大安外埔那邊 就是把公車路線延長過去 有一條線叫658 那我去的時候 基層就好高興說 感謝市長給我們658 因為我也沒有去記說哪一條線號碼叫什麼 然後一聽出來就說 是我們的市的公車 然後那個阿公阿嬤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 我們從民國以來都沒有看到公車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大台中 然後這個貧富跟差距這麼大 那我們市府 你以前沒想過對不對 你以為台中市是蠻富有的 但是縣市合併 現在大台中市 像你剛剛講那個離山 差距就很大 在你想像之外對不對 現在大安又沒有自來水 那我舉這個例子 那個阿公阿嬤就跟我講說 他說很感謝市長 我就跟他聽他說 他說我們應該要看病 譬如說要去台中隆重 我們都不敢去 我說你去就好啊 拿健保就拿去 他說我們就要拜託我們兒子 他就那天就要請教 要一天的時間 所以就是說 我們長輩你也不知道 他怕說給小孩 煩惱 煩惱 還來聊時間 沒賺錢 那這些事情 點點滴滴 就是累積下來之後 我會發現說 這個蝦漆 如果說貧富差距太大 這個市長有責任 要能夠均衡發展 我舉一個政策 有一些人在批評我 因為說台中市 就是我們的所謂銀髮族 可以免費裝假牙 我們去年編了五億五千萬 做了一萬五千人 那一個人差不多 平均是全口假牙 我們補助四萬元 那有些人說你沒有排富 浪費這個預算 可是你知道嗎 有一個數字 我為什麼沒有排富 因為有錢人他不會去做 一副假牙 是四萬塊 他搞不好去植牙 一根可能都十萬塊以上 可是對偏鄉地區的長輩 他為了 省兒女的錢 他不敢去買這個裝假牙的錢 結果我們一調查出來之後 發現說 同樣來讓大家登記 就是可以做全口半口的假牙 結果偏遠地區 來登記的人特別多 而且他們通過審查 有九成五以上 都合格 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規定 就是五顆以下牙齒的老人先裝 所以代表說偏鄉地區的 我們的老人長輩 其實很需要裝假牙 可是他們過去沒有這樣的一個錢 不敢去爭就對了 你聽你剛才這樣說 幾萬人受賄 問題是這個錢 好 講到這個錢 這個錢就是說 其實是開一次就好了 因為你不可能每年去爭雞水去嘛 一生一次嘛 所以我有通過過 台中期275萬人 我們的65歲以上的老人差不多10分錢 27萬人 有需要爭雞水去我們調查過 差不多5分錢的人 他說差不多5萬人 是真的有需要 這都是剛好人 如果一個人4萬塊 這5萬人都做 你可以分做幾十年 比如5年來做 總共20億 把所有老人 有需要爭雞水去做 現在這個人他就消化好啊 他可以用健保肥嘛 我意思說 一個人牙齒的咀嚼能力 影響你的身體健康 尤其是老人 他們都沒辦法吃那個 有辦法去咬的東西 他就吃流脂嘛 他的身體會有影響 所以意思是說 一個政策他沒有排富的規定 但事實上有達到 浮落的效應 這就是一個好的政策 欣欣溫泉飯店 你剛才說 那個包括那個沒公車 沒自來水 然後這個離山 然後要暖氣 然後這個老人補助假牙 你要縮短沉香差距嘛 對 你最具體的做法是什麼 當然要縮短沉香差距 交通是關鍵 交通 對 說到交通 聽說你有什麼三手線 對 日本 東京有一些三手線 我知道新宿到東京一直繞 你可能去這條去找過 就都去日本啊 對啊 我在日本長過一年 在那裡工廠 在一個聯合國的單位 我整天都坐那個三手線 在轉車 你坐過頭睡去嘛 他就坐一天 你不會過頭 六十分鐘又回到原點 順時鐘 逆時鐘 都一樣 都可以做 台中市 我十多年前我就去看地圖 我發現說 台中市 我們的台鐵有山山跟海山 對啊 你山山跟海山是不是 開始分 滋籃嘛 台中要去zwone 魯農港 半沙臀 辛普通宵 苑里 日南大賈 清水沙路 龍井大度 追紛彰化 算一算是那個 滋籃吧 渋南照橋豐富 苗栗南氏 銅樓三陰盛星 太陽後里風圓 坦子台中 烏日成功彰化 你是在台鐵工作? 我也是想要去山手線 你三首線要怎麼洗 當然從鄭南分到台中去彰化太遠 你管太寬了吧 我現在就是從台交到後面 這最近的 差不多15公里 你把它黏起來 是不是變成下半部有一個圓圈 你就可以仿造三首線 和台中七 不管你做三海豚 你都可以洗一人 比如說一小時回到原點 是不是各個鄉鎮市都可以促進來發展 但是這有一個問題 它有經過火焰山 要崎嶇不平 你要做鐵路 其實本來在大安溪和大甲溪旁邊都有鐵橋 過去包括台藤都五分車 所以路線沒有問題 照原有的路 然後再把它加蓋鐵路 對 所以你三線海線就變成三海連線 這樣一直洗 順時鐘逆時鐘 今天有一些老人一直坐車 他就沒辦法漏車 反正不會坐過去 這也是很好的事情 你動作遊樂園 觀光列車 有事情做很有意味 我是覺得我們的長輩就是要他走出去 要他健康 不能整天在家裡看電視 然後就是 那個生活 也是很乏味 交通的確是串聯都市跟城鄉 跟鄉下串聯緊密結合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那你三首線 你要去幾年 我們現在 我上任之後這一年已經把案子 就是規劃好之後送交通部 現在在出審 那就是 這個其實因為他是台鐵 所以我們是要由交通部 台鐵 他來主導 那我們再透過其他的捷運 或者是所謂輕軌 把它串聯 這樣就有一個路網了 所以這個外環其實是把台鐵轉形成區域內的軌道運輸 我們當然希望台鐵來出這道錢 現在我們說的就是說 比如說中央地方各出多少 大概是 七層跟三層 的經費 可是你看你串聯起來之後 沿線的這些車站 用台鐵清水 汗 濃淨 或是任何這個所在風丸 每一個車站是不是 整個運量都增加 然後地方的觀光 文化發展會起來 會製造工作機會 所以這是一個策略 你還有支線 往火焰山 幾六條過去 其實只要有過去台鐵或者是說 沒有 支線要去東海大學後面 散日出夜景 跟台中港有 也有支線 事實上你看台中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做東風自行車道 你有去騎過嗎 東四道風源 東風 對啦 東風後風 所以台中市有這麼多自行車道 那都過時是鐵路 鐵路對 五分車 我們為了可以回合作觀光列車 你說你看日本 有很多舊的路線 其實它還是維持的鐵道 然後改成觀光的一種火車 這樣是對啦 這樣就是說 你舊有的路線不用花太多錢徵收土地 這是關鍵 你現在要徵收土地要怎麼做 土地跟漏環是關鍵的 那你現在有三首線 對嗎 而且你說台中 聽說有最好的海港 跟最好的空港 你也要把它串聯 台中港跟清泉港 空軍基地 這個三首線 它好像把珍珠串成項鍊 所以每一個鄉鎮市 甚至比如說空港海港都在旁邊嘛 譬如我們這個海線的走過山洛清水 左邊就是台中港 右邊就是清泉港空港 所以 以前你要去坐 過兩隻或是說你要去港口 就不用說 自己要開車 或是坐客人車太貴 其實整個會讓城鄉均衡發展 是透過這個交通 但交通你說的不對 我們現在要去徵收土地來開路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要舊有的 我們現在的一些設施把它轉型 所以環狀的山海鐵路把它變成一個 所謂的高架捷運化 這是串聯的第一步 第二步我們有雙港 讓海空雙港 可以跟台中的發展結合 一個星期你要國際化 你一定要有海空港 台中市在全台灣 像台中市空港海港都有 人一港我們兩港很大港 而且這是作為 兩港煮來水 這是我們的特色 要怎麼發揮 你現在講的都還蠻理想 我這樣聽 台中港清泉港連結還有三手線 我單單想到那個 經費就不曉得要多少 以三手線 串聯起來 大概總共九百億 如果中央出大概六七百億 我們出大概兩三百億 你覺得中央剛才出 其實台鐵現在從風源一直到 大慶火車站 21公里已經高架捷運化 那你只要把海線也做起來 然後把它串聯 所以這個不是夢 因為它已經有一部分的三線 已經開始在串聯 那只要把三海連線再串聯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說東京 它從一個小東京 會變成大東京 就是因為它的三手線 因為它的運輸 它的運輸變成說 把外環都串聯起來 台中市是台灣有這個條件 而且這個三手線經過了 都是很多的城鎮 你可以串聯起來 以後的文化觀光旅遊 產業通勤的路線就出來了 詞 Rum Tsi 詞 Lucas história 詞 Hugo圭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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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坂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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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坪 詞遊 曲 曲 曲 編坁 想要為歷戀 是我的心聲 想要對你去唱 我的心歌 咱有上好條件 只要繼續走 堅持愛的使命 有你最伴 這是咱的夢 天好想我為一天 為著心愛唱歌為人 為著你 軍手甘不會放 我這樣看 我台北人 我直接聽你這樣說交通 又這樣串連直接海空港連成一線 你覺得自己都往前衝 後面你帶的部隊有辦法跟上你的腳步 我說的意思是說 你水瓶座的 水瓶座 我比較浪漫 什麼的比較浪漫 比較特立獨行 什麼的比較浪漫 水瓶座就是 因為頭上來光怪陸禮的一種想法 每天大概一個小時大概有十五個idea 問我啦 聽說 然後下個小時又是另外十五個 現在對你的人說 市長你前面一個小時不是講了有一個是什麼 什麼 我忘記了 我現在要執行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你是跳躍式的想法 你要做這個做那個做這個 要照顧弱勢 海空一線 然後山手線要做 這邊也要照顧小朋友那邊也要做 我聽起來都是錢 那意思就是說 你跟在你身邊的團隊跟得上腳步嗎 水瓶座是這樣 我如果當一個leader 我是水瓶座的話 我很討厭跟在我身邊的都是傻子 都是呆子 你怎麼會這樣想 確實 我說一個人領導者走一百步 不如一個團隊走一步嘛 那我是把它寫成書 我這幾年在台中的這些城市治理的願景 我是有寫成比如說城市行動派 那所有的政策其實都很清楚 所以可以不會讓我自己只是一種選想 第二個呢 我找的人 是有辦法落實我政策的人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的三個副市長 一個我找前交通部長003 來當我副市長 那他都當過交通部長了 可不可行 我就信任他就好了嘛 我找一個前工業區的理事長 叫張光瑤 他來負責產業這些發展 你說他就最了解了 他是算這個電子業的 算很好的一個企業 然後另外一個我是找的 叫潘文忠 來當副市長 他是在教育部 當過主秘 當過國教師長 他還跟蘇貞昌當縣長的時候 他是文化局跟教育局長 我知道這個人 但是現在找到利用 不知道好用嗎 我都有問過 我要用這個人 我有想問一個說 衝衝衝 這個人怎麼樣 他說這個人不錯 台北館什麼十三行遺址 什麼教育什麼 下去推動都這個人 所以其實領導者 關鍵你有一個願景之後 你再來是找人 你要用人 人對事情就對了 我就授權了 所以你說我有什麼泡泡 很理想 你覺得很急的 你會不會急著說 這一點你沒有做到 為什麼 我不是都已經講好了嗎 前一陣子都已經講了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做到 你會不會這樣責怪你的部署 我很少責怪 我都是 大家來討論 形成一個願景 所以我希望說 你要做 你等到現在困難 你跟阿公 我來幫你幫忙 我不會說把事情交給他 就在說你做不好跟你罵 不會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這個就是我這十年來的願景 再來我找到人 因為我這個人好不好 說你罵他就是你罵自己 如果這個人沒有適合做這個位置 你找他來做 是領導者的問題 所以我不會去怪罪說他做不好 你做到什麼困難 你告訴我 你說有事情都跟你討論 聽說你也很愛開會 因為鄰居公司 艱苦在頭前 我跟他們開會 不是我一言談 我是大家遇到什麼困難 這可不可行 我找跨局處來 不然你的公文來公文去 到時候 我這樣 王三個月也在圓 所以我都是屬於開會就決定 好 我現在跟你說 你帶了團隊 你在頭前 因為我知道水瓶座 衝很快 是 中間 跳跳跳跳過 後面的人不知道 對你對得到 你敢知道 你的局處首長 對你也有話要講 你敢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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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講 要聽聽聽嗎 好 看局處首長 對我們林佳龍市長 有些什麼樣的看法 林佳龍市長 是一個非常有 國際觀的地方首長 其實他上台的時候 就把台中 跟所有的 這些國際接軌的 這樣的架構和藍圖 畫不出來 特別是雙港的部分 青青港機場 跟台中港之間 跟國際接軌 跟門戶 特別打開了 林市長是一個 降降之才 他也是一個 非常快的學習者 這一年多來 我們跟著他 歷經大大小小的 城市發展的各項專案 我們可以很深的感受到 他對每一項 市政的議題 還有業務 跨局處的業務 他都非常的熟人 其實這一整年時間 看到市長他 真的是上山下海 每天的行程真的是 排得非常滿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他很落實行動領導 他認為只有走出去 而不是一直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只是看到公文管理 他希望能夠走出去 然後真的看到人民的需要 我看到的 我們台中市的市長林佳龍 在工作上永遠都不夠 因為第一個 他的APP的傳簡訊是 數量最多的 再來他的視察 也是最多的 再來他的開會更多 那其實每次的開會 我們都得到很多很多的 他的個人的經驗 然後透過分享 把他的理念灌輸到 市府的團隊裡面 其實市長 我覺得這樣啦 他很愛和小孩 老人 還有聲音障礙者 這些浴室家 每一年他都會餵 他跟市長夫人都會餵 這一個我們聲音障礙的朋友 他們有愛無愛 的那個活動 我說的是 我在旁邊看 他們是真 那個動作 你就覺得他是真正的 會來關心 對台中市來講 非常具有一個啟發性的作用 他可以用 藉由所謂的 區一靈禮 這樣的一個系統 把台中的弱勢 台中的禁貧 台中的這整個的 這個所謂的 需要被關心被關懷的人 一次給他找出來 這個idea呢 老實話講 如果從一個一個專業來講 我們看不到 但是從市長的高度 他就可以一次給我們 這樣一個很好的元素 我看了 我聽了以後 我非常的佩服 市長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政治過動 那一天24小時 不眠不休 為了市長在努力 我最佩服他的是 願景引導 他指示了一個方向 船往哪裏開 所有的首長 就跟著他乘風破浪 那跟到這樣的一個市長 我們非常的幸運 也能夠一起有共同的願景 共同來努力 我覺得他真是一個開會的動物 但是可怕的就是 他開會的時候 各個級數的業務他都懂 而且不只是業務懂 他是每一個個案 他都了解得很清楚 我覺得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我覺得他很認真 然後想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慢慢來 然後希望更 再過一兩年 大家會更看到他的成績 哇 最好還有夫人 對你的看法 都是 我看剛剛的米夏 你好像有延攬我們藝人 當著你的局處首長 你要來入閣嗎 沒有啦 我剛才看台中市政府 社會局長呂建德 很像台智元的 真的嗎 你沒說 有有有 局長你看 局處處長對你的看法是這樣 那你最後有沒有要對他們講的話 用說開會桌 行動派 那剛剛政治過動了 有沒有人要回應你 很感心 我身份這個局處長 讓我炒成這樣 還可以說那麼多好話 你也知道有誰炒到嗎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變成小林佳龍 因為我覺得他們講話裡面 你很會這樣稱讚 讓人替你效力 然後不知不覺替你效力 其實思想的交流 形成共同的願景 然後大家覺得很有意義 去做一件事情 是因為你的領導 他跟著你 有一個前景好像可以做得到 不錯啦 你跟他們講一下 其實以身作則 我的同仁會知道說 我是自己要求自己最多 所以他們講願景領導 行動領導 服務領導 我常常檢視自己有沒有做到 你說國際觀 當然我的背景 本身工作或是學術上的訓練 另外其實有一個同仁講到降降之才 我意思是說 我找來的都不是 傻子 我看得上來當局處長 要跟水瓶做合作 我很怕這個雙面刃 我說的意思是說 我剛剛有講 你領導了一批人 所有的人跟不上你的腳步 你會很氣 我為什麼跟一群傻子在辦事情 但是你沒有相對 那一群人也看你是傻子 其實他講降降之才 後面有講了一句話 剛剛屢局長 他說我的學習能也很好 其實他們在補自己 我在跟他們開會的時候 我除了強化我的想法 讓他們知道 有一個共識傳 其實是回饋他們的想法 所以其實我有悉心大法 潛移默化之中 稱讚了他們 讓他們死心塌地為你效力 這水瓶做太厲害 其實在每一個政策領域 他們每一個都比我強 但是加起來我比他們強 因為你每個部分都是水瓶 半瓶水 瞭解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講出大篇的道理 這水瓶半瓶洞 就會變成整桶 幾桶 你看看 一座充滿生機的球場 不只運動更要健康 物封高爾夫球場 你都會想發揮 但是 我會想發揮 我會想發揮 那裡 我會想發揮